提提大家,我想問各位觀眾或者聽眾 如果覺得我和Amanda這個將軍理大 大家都覺得好聽或者好看的話 記得將我們推薦給你的朋友 知不知道叫他們訂閱一下 知不知道,光顧一下才行 你知道我們的節目這麼新 都需要大家幫忙宣傳一下 才可以更多人跟我們一起分享 一些扮靈心得 沒錯,我們都很用心的 如果大家都覺得我們分享的東西 大家覺得有用,或者有些資訊得到 是啊,我們今天又有新東西了 尊重要求,經常說我好像冬天 是啊,經常說我們一個冬天的夏天 終於看到Amanda的手了 那個露手,露手 終於大家感覺到是夏天來了 因為今天真的熱了 另外,上星期不是很精神 上星期病了,去冬天的地方 太冷了 香港現在開始來了 春回大地了 開始熱了,大家都感受到 天氣濕了 是啊,感覺到很潮濕 所以我稍後也有些養生東西 對呀,潮濕其實養生很重要 是啊,去濕是要的 是啊,我們不如先來介紹了我們的產品給大家 先說其他東西吧 好呀,用開的產品 是啊,你先吧 不是廣告,大家不要誤會了 我們從來都沒有廣告 是啊,這個也是我在飛機很喜歡買的 在飛機買的嗎? 是啊,因為這個牌子我本身很有信心 經常在飛機找東西買,因為悶,沒有東西做就拿書來揭 不是,還有他們有很多航空公司獨家、發行的東西 有些很新的,有些在市面上比較難買 因為你知道現在一些,我想護膚品不是很容易做的 是 如果你去那些大的包庫公司,我們都認識這麼多朋友做這些 都知道他們其實要上架 其實不容易的 你進入到那些包庫公司跟進入超級市場一樣 上架又上架費又不知什麼 很多東西的,所以我覺得如果好用,介紹一下 大家光顧一下,支持一下他們 這個牌子我也說過是一個法國牌子 也說得明白了,Vuels Paris 這是一個什麼呢?很有趣,新出的 H Commando 對,它叫做H Commando 其實它是一個面膜 哦,面膜嗎? 對,是黑色的 塗出來黑色,很好笑 你看一下,我剛剛有一點蝦的 哦 那個頭呢 它是水狀 然後是掃的 哦 其實是稠稠的,又是水水的 那我初頭開,差點滴到周地都是蜜汁的 因為塗了太多出來 對,但要小心一點,開的時候 但挺好的,因為它的成份主要是幫你深層排毒 嗯 尤其是它是抵抗你的現在的空氣污染 現在很多護膚品都出這些 因為污染實在太嚴重了 那這個呢,深層排毒我用過一次而已 我覺得真的可以 我感覺到裡面的廢物 就是清了一點的 還有你知道排了毒又沒那麼腫的 是,排了毒是沒那麼腫的 是的,所以這個我都覺得用得過的 哦,但要用飛機才有得買 不是啊 可能上網也找到 上網啦 因為呢,幸好我在飛機買 即是不是想賺自己聰明 但是事實上 你喜歡買東西就買東西啦 但是呢,事實上真的好 因為為什麼呢 以前我在這個Haffy Nickels 只有它有得代售 即是在那裡代理 即是這個牌子 是的,但現在沒有了 Haffy Nickels曾經有過的 我想去買另一個產品 誰知道都沒有 那我現在呢,這個是最新的產品 那我就上網查了 因為我想買另一個東西 那個Firming Something 那呢,原來上網它都可以網購了 其實很方便的 直接上去官網 但是貴不貴呢 這支這樣的東西,問一下 幾百元而已 幾百元 五六百元 五六百元 OK的 不算貴不算便宜 OK的,你當你一個星期用一次 是的 你都不會每天用的 還有很簡單的,敷15分鐘 其實都不應該每天用 是的 所以我覺得是OK的 那我可以試一下 用完皮膚的質感挺好的 它有滋潤的 它有水潤的功能 可以買來試一下 還有白淨了一點點的 挺好的 挺好的 好,接著我又介紹些什麼給大家 你知道我們經常去日本旅行 很喜歡行一些藥妝店 是很棒的 去日本的藥妝店 走得很開心 因為經常買到一些東西 香港沒有的 我覺得我又介紹一件事給大家 因為我發覺 雖然現在快要天熱 但是很多時候冬天 或者有些朋友的手部都有問題 或者有時候手受傷 或者有主婦手 或者手很敏感 茶極都不夠潤 這支是藥用的Hand Cream 它有少少少消炎的作用 變成有時候有傷口 它幫你很鎖水 防止水份進入你的傷口 那也是 如果手部有問題的朋友 其實很適合用 譬如我們真的不是有問題的 就不要經常去查它 因為它有藥用的成分 所以有時候 譬如大家如果手部有傷口 可以查了來睡覺 或者平時可以用來查 因為我天冷 太太洗碗洗得多都容易乾 其實家庭主婦很容易 經常被洗潔精 又刺激 現在的洗潔精 又說有什麼致敏 很多這些東西 變成有時候 你可以如果有傷口 或者弄傷了 那你就可以查來 因為有消炎作用 查來睡覺 因為我天冷 就算我沒有傷口 我都會查普通的Hand Cream 我會查完再戴手套睡覺 這樣好像一個treatment 但不要戴密封的手套 一定要通氣 不要戴膠的完全不透氣 是不行的 因為我覺得手部是要好好保護的 因為你的手 一拿出來 就很容易被人看到你的手漂亮不漂亮 對 人家說會出賣你的年齡 出賣年齡不止 手部和頸部 我試過見到一個女生 漂亮得不得了 一個男生 又英俊得不得了 但一拿手出來 嘩!嚇死人 立刻倒扣她50分 你說得對 又不止指甲 或者手指也很醜 不只是女生 男生也是 我自己個人 我挺害怕男生的手肉酸 我也是 我真的見過很多帥哥 但是 那隻手很害怕 他一拿出來咬到 好像有精神焦慮症 或者手指很醜 我試過有一個帥哥 跟你握手 嘩!可以磨沙他的手 很恐怖 可以拿來幫我洗澡 磨完整身 鞋子 對 手感也很重要 對 因為我自己很醜 我經常看人家的手指腳趾 是否漂亮 我都喜歡看 對 漂亮一點也沒辦法 因為我會覺得手指腳趾不漂亮 是會打折扣的對一個人 沒錯 我會立刻被打折扣 我都會 我其實早兩個星期 見到一個外國的女士 很甜蜜 她們一批去吃飯 當然是一個戶外的地方 很隨便的 你之外外人都會穿拖鞋 其實大部份 我見到很多一般外國人 在香港 其實她們都有狐狸 但那位女士 我就有點害怕 她的腳枕 比洗碗的海綿 很嚴重 很害怕 我想想 女人又不是農業社會 又不是耕田 怎麼會有這麼多枕 從哪裡來的呢 我也不明白 不知道是否經常不穿鞋 其實經常不穿鞋都會的 會 因為你沒有東西去保護腳 可能你去得多沙灘 跑步 或者穿些不適合尺寸的鞋都會 對 或是不穿襪 穿球鞋 你動動一定會 對 有時候你很好護理 走路的姿勢不正確 都很容易有的 沒錯 因為你不停磨住某個位 其他位置就沒有磨擦 對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 有時候 因為你腳的視線 很少看到自己的腳底 其實如果你不怕麻煩 來不來 剪指甲 或者照一下 用鏡子 你自己知道 查查 總之我覺得手手腳腳都要好好護理 不要吊耳輕心 沒錯 你的伴侶也好 不是你 我最怕那些男生 留在手指尾的指甲 過三關 過三關 迷信 我也聽過 這是好笑 他不是留來 不是撩一下耳朵 便撩一下鼻孔 多噁心 想起都想嘔 不要說 留來所愛 撩完還要 彈你 多噁心 好噁心 我沒有了